大家好 我是财儿郭 367 3677 仍然是一个 歪耳道的真菌感染 比较的明显 像这种叮咛与这个歪耳道的耳壁 它是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线 大家可以看到 清楚的看到 这个分界线就作为一个突破点 然后把这个叮咛慢慢的敲起来 这也是一个常见累月工作的一个技巧 像有的歪耳道 用摄像头放进去的时候 如果是普通的人 他是看不清楚耳朵里面 他是看不到耳朵里面有没有东西贴着的 但是就是特别的一样 我们就能 看得到 就能分辨出 哪些地方是有一些 这种精精的干皮贴在上面 导致耳朵比较的骚痒 这个镊子已经被我用断掉了 后面的视频都没有这种 比较小的镊子了 为我奉献了很多 用了很久 用了 我觉得有一年多了吧 一年多两年的样子吧 这个镊子还是比较的好 后期由于我这个长期高温消毒 或者是长期的 加一些比较硬的一些钉铃啊 到至于这个镊子已经损坏掉了 好 今天的视频结束就到这里结束了 咱们下一期再见 因为有时候我在看这些 挤痘的东西 我右边看一下 挤痘的套 你是 这么一个人就一个店 哦 你自己整个账号啊 对啊 我们 这抖音一般的不让 你这些地方 里面是从来得泡干净过的 不 泡过了上次怼到里面去了 因为我自己一会 在家里面用那个 面圈头发堆到里面去了 他里面套着着 上次过来就让你忙 就 你到隔壁套着 然后套着还不适 然后那边 我让你忙着 对啊 对啊 你 我去拿的片子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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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